顾先生在小区里有两个车位 23号晚上7点多 顾先生的同学开车来做客 他让同学把车停到自己的车位上 但同学的车子被拦在了门外 中郡前塘狱警北门有两个入口 一个是通往临街商铺的到达 这边都是地面停车位要收费 另一个是通往小区的到达 从到达结构看是个只出不进的口子 顾先生说这里通往他的车位 平时只要登记就能进 那停商不是这么在付钱的 为什么要付钱 我物业费交了 我为什么还要去付停车费 你物业费交了他交了吗 他来听我的车位不行吗 他来听你的 那等于来听他呢 行不行 那你要是一个车位能落上吗 我问你 两辆车停两个车位有没有错 我怎么知道你有两个车位 我一开始就跟你说了 我是两个车位 你到现在还在含糊 那他说他十个车位 那我怎么呢 那所以我现在跟你证明了 顾先生说 他和保安发生争吵 最后报了警 车才开了进去 采访时 视频中的保安不在场 当天和他搭班的 另一名保安介绍了情况 这位保安师傅表示 外来车辆可以进入 要么提前找管家登记 要么现场联系管家 当天 顾先生拨打的是坐机 结果是小区监控中心节的 对方回复 需要时间进行核实 你还有额外还有管家的电话号码吗 没有 这个不是管家的微信吗 可以直接给他打电话 打微信电话是吧 这也是可以的 那您觉得微信电话信号好呢 还是我直接打电话的信号好 这个你不能说信号这个问题了 师傅咱们怎么 我们不能帮他用电话打一个 你们联系管家 我当时在这 晚上下班的时候 这是几点了 正是人多的时候 我今天还有忙着 还要过问 没卡的 我还有帮人刷门 电话其实还是能打的是吧 你也不是说是还是能打 你别咬这个台 我这台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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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 我这台我怎么合适人 小区物业的吴助官表示 顾先生当时拨打的坐机 是物业前台的号码 但晚上六点以后 电话由监控中心截听 同时他介绍说 8月1号开始 为解决车辆乱停放等问题 小区将实行南门止进 北门止出的规定 现场他把当时保安也叫了过来 保安表示 当时并没有难为业主 我已经跟他讲清楚了 我没有权权去查 对不对 我只能查到他这个车位上 路面一样 我让他跟管家联系一样 他也没联系 吴助官认为 双方争吵的是 双方都有责任 我们保安从正常情况下 核实这些东西 对吧 没有错 但是你说服务态度 就是核实进度慢 对吧 这个是我们有点大概试识 是不是 我觉得我们有问题 肯定也有点责任 因为从正常情况下 就是之前 因为你也没有来过 对吧 你当时也说了 今天有朋友 之前就这两天过了一下 看一下 顾先生认为 当时保安态度恶劣 要求对方道歉 被对方拒绝了 吴主管代为表示道歉 不过顾先生没有接受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期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